老憲哥! 總算! 老憲哥! 總算! 老憲哥! 總算! 離合暗時民進黨的婚禮館 中產森林老憲哥 近三中部市正式行李 並且電話趕快是民進黨 到達市中產森林 COPIC-0 這回來基盤行李台會 總統出英文立法院 中郵息君 以及在衛生地訓 民進黨的重要人物 竟敢是高中騎台志祺 所以這次拜託大家 10月26號 劉建國九號年來這樣算嗎 好 在島建國在你管政府這樣算嗎 好 七百方你要抖六四公爽好不好 好 劉建國 共爽 七百方 共爽 在這次我做算的頭一項 我們也是跟大家拜託的頭一項 無論如何站起來 做一會來跟中 十八會的公民國家撒到過 這樣好不好 好 劉建國國廟都算了好不好 好 十一百方 國廟都算了好不好 好 我們只要做對一個決定 11月26號 投票給劉建國好不好 是 我們要讓劉建國好做事情 我們的議員 我站在後面 所有的議員 也要拜託大家 我們支持民進黨提名的議員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的鄉頂市長 也拜託大家 給我們支持 我們有一個團隊 從縣長到鄉鎮市到議員 我們一起來拼 我們雲林未來的發展 大家說好不好 劉建國表示 婚林官在國民黨的自信一刻 漸漸是和特別關係的 改官的差越來越大 因此他希望能夠達成一個新婚林 讓中央以及地方的合作可以順利 就此為婚林先為一個進步的動作下一次 改官終於要到十六萬頂口 改官做得到 沒有大家聯繫 五次都是民進黨 立體的官長在打招 我們婚林和三次 結果就回來了 所以我要在這裡跟大家拜託 蘇人不通蘇丁 隔壁官你很看 南壁家即將夢想要實現 雲林縣不應該停留腳步 我們跟所有的二十鄉鎮的市長候選人 跟所有的議民黨議員 還有村議長代表 我們大家真的拼到底 讓雲林可以趕快關轉 讓雲林可以看到新回來 十一位在台好的三季 作為民主國家的公民 手提到每一張選票 都是最多的定規 未來婚林館中的選情 會有怎樣的變化 大家都是最多關注 記者聽破音 彩虹報道